凤仙啊 今天考试感觉如何呀 实在是太惊险了 今天我赶到考场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忘记带了准考证 哦 那怎么办 稍完勿躁 嘿嘿 我往口袋这么一摸 您猜怎么着 幸好我带了身份证 哦 那就好 哎 怎么身份证可以代替准考证吗 并不能 所以我去网吧了 嘿嘿 那你其他科目考得怎么样 不能说一窍不通吧 也算是七孔流血 填志愿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点小小的困难 到时候还请爸爸给我一些指点 没问题啊 什么困难 我不识字 呵呵 你搞笑呢 你不识字 爸爸就识字了吗 那这样我岂不是上不了大小了 上不了就上不了呗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后门 自然也会为你开启一扇之窗 也对 那你借我点钱 我去投资 就你还会投资 恩娜 我有个朋友 在他那投资年化收益百分之百 无论你充多少钱都会双倍放还 不会是骗子吧 你的朋友开的是什么投资公司 网吧 滚 不是吧 这么点钱都不给 爸爸你太抠了 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你随便找个人问问 除了你还有谁认为我抠 你可拉倒吧 刁蝉也说你抠 哟 你们也俩都在呢 孟德 你来得正好 快给我出个主意 怎么样才能让我爸给我钱 放心 凡事不能硬来 要学会秩序 正所谓功成为下 功心为上 功心 葛亮 大事不好 吕布归顺曹操了 你们三鹰不是坑过 不是战过吕布吗 怕他作甚 葛亮有所不知 一个马上吕布就已经很难搞了 如果曹操把点围借给吕布 让赤兔骑着点围来一招马下点围 我们如之奈何 主攻物虑 你比不上点围还比不上赤兔吗 西梁锦马超人称马儿 功高血后还自带嘲讽技能 若能收服此人为作祭 你何惧那马下点围 葛亮言之有理 但我且问你 若吕布起了赤兔 赤兔起了点围 两人夹着一马同时下来 我又当如何呢 那要是敌人放箭怎么办 普攻颜值有理 老将皇中百步穿羊 可将其跨在腰间 弥补一下远程伤害 子龙浑身是胆 最擅长断后 将其挂在后背 胆结石也可以抵挡背后 按键伤人 还有魏妍 天生反甲 不是 天生反骨 将其抱在胸前 无疑是最佳的防御 葛亮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体力 冰狗 再让甘夫人坐在主攻的左肩 为主攻提供怒气质 以维持持续的输出 右肩再扛上话佗 让他不停地用药物滋补你 保持体力 此阵以主攻为阵眼 八元大将相辅相成 鸡党杀鸡 猴党杀猴 这便是亮库四一九的八阵图 何如 我如你奶奶个腿 不是 他有兵吧